大家好 這燈籠果在進行移植前 先在下方埋下了兩勺的黑淤泥土 上方蓋上田土後進行移植 就很少進行澆水的過程中 也是可以順利的生長 而沒有肥傷的狀況出現 至於黑淤泥的出處 則是這水池下沉澱的淤泥 本部影片除了想進一步測試黑淤泥的肥力效果 若是順利的話 就可以發展出一套大自然的輔助農法 由於這下方的沉澱淤泥 主要是來自濁水的沉澱 為了增加沉澱的速度 調整了出水的地勢 一星期大概有四天同時進水出水 維持24小時不斷的進行換水 增加吸水中礦物質的沉澱 也讓水可以盡可能的維持活水的狀態 至於這沉澱的黑淤泥土經由翻動後 不知是氣味或是養分死然 很快就會吸引大量的水中生物 觸涌而至 這也是之前先行確保不會造成肥傷的原因 這撈起的黑淤泥比黑色墨水還深 會隨著水流動進來就可以知道非常細緻 在經過直接曝曬後會凝結的非常緊實 脫水之後更是非常硬 因此改善的做法是將它們當作抵肥使用 而不直接鋪設在圖表上 在此先來見證一下 將黑淤泥撈到蒜頭內部堆放後 雜草生長出來的精有多粗啊 以前清淤時呢 只敢將黑淤泥堆在封閉空間 這是因為淤泥雖然兩份很高 卻含有很多草池 不適合分灑出去 而由於這黑淤泥土太過於細緻 先行蓋上一層填土 防止日光直接照射 導致脫水後呢 會快速緊黏成硬塊 若是要直接種植 這是重要的第一道流程 接著就直接讓梅移植丸的燈籠果入盆 第一株底根的位置預判成功 直接將根系帶土挖起 第二株則是出乎意料之外 根系離底經處有點遠 根系跑太遠了 只能被迫採用脫土的方式挖起 不過還是儘量將細須根保留住 進行移植時 為了方便好記憶 已經不完美脫土的植株 種在左側破損的花盆裡 而根系有完美帶土的植株 則種在完好的花盆裡 只是種植的時候 黑淤泥的濕度還很高 帶有大團塊蜘蛛燈籠果 根系土壤的重量 讓植株幼苗有往下沉的現象發生 雖然不影響移植 不過讓淤泥略為脫水 會更為方便種植 而有記有緩這件事情很重要 借走了一些田土 馬上加了點利息 補上黑淤泥土 避免一旁的酪梨生悶氣 畢竟還得寄人籬下 最後再蓋上一層土壤 就算草紙發威 也很容易控制在這個小範圍裡 另外將兩盆燈籠果 擺放在半日照的酪梨樹下 下方的淤泥濕度很高 就不用再進行澆水了 接續在這株桃太郎番茄旁 離竹筋約20公分外 挖出凹槽 在凹槽處填入黑淤泥土 這種補免養分的方式 不只是黑淤泥土 而是據觀察 黑淤泥土直接堆疊在土壤表面時 當曬乾後 雖然會硬化得很嚴重 但是它的底層 卻會出現很多蚯蚓 把黑淤泥土直接或間接的斐力效果 來幫助這顆番茄的生長 不過一樣得蓋上一層土 也是避免突然下雨 把土跟草籽給沖走了 而為了通風 將子豬下方約20公分的枝條減下 因為已經開始開花結果 就又繼續下一步的測試 這個位置算是幫種植百香果重新布局 由於當初把百香果種植在棚架的中央 但是斜棚架跟日照方向 導致百香果直往高處漲 低處的位置遮氧效果不好 所以重新在此較低的位置先進行養土 預留這個位置要澆水也會方便許多 當然口渴也歡迎採用自助式喝水 而提到澆水這件事情 很多人會對於不愛水的作物產生誤解 因此就疏於澆水 用人吃飯這件事情說明會更清楚 有人說不喜歡吃飯 通常說法的背後 只是飯吃的比較少 青菜卻吃的比一般人還多 因此不試水的作物通常只是很怕積水 只要別出現積水的現象 有進行澆水還是會長得比較好 而剛才修剪下來的淘太郎番茄枝條 因為已經在開花結果了 直接剪下拿來千叉 長根後也會很快就開花結果的效果 此處環境還需要調整 就讓有違者先上了 而番茄的葉片保水效果很好 直接進行千叉 不需要將葉片剪掉 就會有很好的千叉效果 謝謝收看